原產在南美洲的亞馬遜河 水族館一般叫做咖啡鼠 鼠牛的當然是牛頭最像 學名很長 大家知道這種魚叫做牛頭就好 泰國虎除了全身虎斑之外 兩顆圓圓的大眼睛 會讓小朋友尖叫 俗稱彩兔的蓋斑鬥魚比較常見 這可是台灣的本土魚類 龍就不用說 很多人第一個想像就是龍蝦 接下來的重點蛇 難道要找海蛇嗎 這種他們叫做蛇魚 很像蛇 外形就很像蛇 但是它淡水的 既然是馬年 生態館特別同時展出海馬 和另一種俗稱馬面的魚類 至於綿羊蝦會雀屏重選 看看牠頭上那兩隻觸腳 跟羊妹妹的腳像不像 蝦喉當然是因為名字裡面 有個喉才被選上 花生鯨魚其實不像鯨 名字有鯨就好也太認真 不過狗就像了 這是麒麟狗頭 感覺像頭部很像Boxer拳尸犬 最後的豬 紅花豬上場了 身上的地圖讓牠又被稱作地圖魚 以上十二生肖 新春期間台東海洋生態館 通通看得到 而春夏期間呢 新北市也推出了五條觀光路線 可以避開庸色的高速公路 又可以賞味民俗風情 相當方便 只要搭乘大眾監獄系統 都可以輕鬆出遊的 年節假期短大家可能計畫要在國內旅遊 新北市就推出五條短程旅遊路線 避開春節交通庸色的狀況 改搭大眾運輸 省時又方便 為了因應這個包含整個可能增加的人潮 所以公路的部分 我們也會跟這個相關的客運業者 提供這個增搬的可能需求零食 最夯的路線 首推平溪放天燈 跨界和台北市合作 民眾可以先到動物園看遺亞 再到深坑吃吃臭豆腐 最後到平溪點亮幸福天燈 其他的路線像是搭捷運到新莊 來一趟廟宇巡禮 或者是搭火車 一路沿著板橋樹林玩到鷹哥 還有水南洞 金瓜石和九份一日遊 跟三峽老街等多種選擇 東北角或者平溪天燈的部分 是國際觀光客比較關注的地方 那我們也會特別在這邊增加 其他語言的服務 特別是在日文跟英文的服務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在外籍觀光客 會大幅的增加 五條觀光路線 都有著濃濃的台灣味 也引來不少國外觀光客 前來朝鮮